Hello 大家好 7月4號是美國的國慶日 你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要BBQ烤肉了呢 那在準備烤肉的同時 要怎樣讓你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又不會增加多餘的熱量變胖呢 這次一樣幫你整理了五個小秘方 第一個小秘方就是呢 可以試試看不一樣的蛋白質 魚啊雞啊都會是不錯的選擇 魚的話呢可以用錫箔紙 上下放兩片檸檬 上面放一個米點香 少一點點橄欖油鹽跟黑胡椒就會非常好吃了 雞肉的話呢記得要選擇沒有皮的 這樣不會增加過多的熱量攝取 如果說一定要吃 豬肉或者是牛肉的話 就會建議用比較瘦的部分 像是loin或是rum的部分 那如果說是要吃漢堡的話呢 就會建議你買肥肉比較少的部分 第二個小秘方就是 不要忘記還是要增加蔬菜的攝取 不僅僅可以幫助你吃膳食纖維 保持腸道的健康 避免增加過多的熱量 像是蘆筍啊意大利瓜啊洋蔥啊 番茄啊都會是不錯的選擇喔 第三個小地方就是呢 旁邊的配菜也很重要 像是馬鈴薯沙拉 Potato salad 或是意大利麵沙拉 Magoroni salad 都是屬於熱量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生菜沙拉 夏日天的沙拉 或者是呢 水果沙拉 用一些當季的水果啊 像是桃枝啊 櫻桃啊 草莓啊 西瓜啊 不僅僅可以呢 幫助你呢 增加多一點的膳食纖維 而且呢 可以減少你熱量的攝取 那如果說呢 怕這些水果呢 切切氧化的變黑不好看呢 建議你呢 可以呢 擠一點點檸檬汁淋上去 或者是跟檸檬汁拌一拌 這樣就可以幫助他們 不會增加氧化 看起來就像是剛剛做好的一樣 第四個小地方就是呢 如果說一定要吃麵包的話 那就記得去選擇全麥 因為這樣子呢 幫助你增加膳食纖維 保持腸道健康 麥呢 還可以增加飽足感 所以呢 你就不會吃太多的東西喔 第五個小秘方 如果說一定要有甜點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 用當季的水果呢 放上去來烤 加熱的部分呢 會增加甜味的 他們那些水果甜味的釋放 所以呢 你就可以不用吃蛋糕啊 或是冰淇淋之類的 那不錯的選擇是像 蘋果啊 西瓜啊 鳳梨 或者是桃籽 切片上去烤都會非常好吃喔 好 記住了嗎 這五個小秘方 希望可以幫助你呢 讓你有一個非常好的 國慶的烤肉會 讓你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 又不會增加過多的熱量攝取 然後呢 想要知道呢 更多關於營養 跟什麼樣子吃 讓你吃得開心 吃得飽 又不會增加過多的熱量 讓你吃得可以瘦 記得Follow我喔 回來呢 我會分享更多的小秘方 好 就這樣子囉 下次見 掰掰